向山遊客中心 離開向山遊客中心以後 走向山的自行車道進來 我們現在是向山的眺望平台 那它本身在設計上呢 是比較懸臂式的 那所以在尾端這邊 會有比較感受明顯的抖動 但是我們是故意讓它 有一點做點簡單的傾斜 因為在後面比較高的 賞景的時候它不會因為前方的 遊客擋到它的視線 那因為我們主要是想要 讓無障礙族群去延伸到 貼近水面所以在 鋪面上我們也是採裸宮的設計 那進來到端點的時候呢 我們是可以把日月潭 270度全部進到 我們的眼裡 變成精華的八層地帶都看得到 那再向右手邊呢是在水色地區 那比較著名的有所謂的 龍鳳宮以及月下老人 那再來是像韓碧半島的韓碧樓 那以及正後方呢 我們有文武廟 那文武廟它本身供奉的就是 呃關羽以及 呃孔子的部分 那在左邊的後面這裡喔 日月潭最著名在裡面的是 拉魯島 它現在是少族的主靈地喔 那在正後方呢 正後方是日月潭最高的山脈 它是水色大山 所以有喜歡登山的朋友 也是可以來這邊做挑戰 那在 在過來的這個碼頭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 懸光碼頭 懸光碼頭 它是位於青龍山的山脈 那後方是 懸葬寺以及懸光寺 再後方是 慈恩塔 來到這邊 我們透過這樣子的設施 可以來看到 八神湖景 那包含無障礙族群 我們這邊也是有去做 開孔跟裸空 所以在視線上 是比較不會受影響的 我們去看